火药未浓 为什么美国空军要派数架B-52赴此地 地理位置微妙 另外还大秀F-35 或许是为了回应美军三军统帅的这一警告 中东地区的火药位越来越浓 近日美国空军派出了6架B-52轰炸机赴印度洋迪格加西亚岛的军事基地 五角大楼官员透露 一旦高层下令这6架B-52轰炸机可能将被用于打击伊朗 迪格加西亚岛地理位置也很微妙 距离伊朗大约3008英里 而这个距离被美军认为是超出了伊朗的导弹射程 从而保障了美军战斗机的安全 就在同一天 美国空军388战斗机联队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组照片 图片显示 隶属于388联队和419预备一联队的52架F-35战斗机 在犹他州西尔空军基地跑道上进行了大象漫步滑行后 集体升空 开展演练 场面十分壮观 这是迄今为止 美国乃至全球最大规模的一次F-35战斗机核练场面 这52架F-35战斗机或许并非单纯是美军为了展示肌肉 联系当前紧张的美国伊朗局势 也很有可能开赴相关海外基地或航母上 美军现役的B-52轰炸机共76架 7个型号 虽然B-52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服役 但目前仍然是美国空军战略轰炸主力 美军甚至预算让B-52一路服役至2050年 之所以如此器重B-52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B-52是美国战略轰炸机当中 可以发射巡航导弹的唯一型号 在美国先进的武器系统和航电系统的加持下 可以做到精确的打击 而同样作为美军明星机型的F-35 刚刚过去的一年也是风光无限 与该机的年产量进一步提高相反的是 其单价却有大幅下降 美国落马公司在2019年共计交付了134架F-35战斗机 超过了原计划的131架 交付数量比2018年提高了47% 在过去的数年里 尽管F-35饱受诟病 但也交出了超过3000架的全球订单数量 而其中美国三军订单数高达2400架 2019年落马交付134架F-35中 81架为美军自用 30架交付项目伙伴国 其余23架交付其他国外客户 F-35战斗机的年产量将在2023年达到最高峰 预计能实现170架以上的产量 之前美军三军最高统帅 曾在社交平台上对伊朗发出警告 如果伊朗打击任何美国个人或者美国资产 美军就将对已瞄准的52处伊朗重要目标展开打击 而此番部署6架B-52轰炸机到印度洋 同时大袖F-35被分析人士认为 是对美军三军最高统帅这一警告的回应 相对于导弹实力和海上军事力量 伊朗的空中力量比较薄弱 伊朗航空工业欠发达 战机基本依赖进口 当然一旦进入实质战争阶段 伊朗也不会以自己的短处去对抗敌人的长处 而B-52F-35虽然先进 恐怕也难以全身而退